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去揭秘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开出营地就发现草原的两边有大量的土拨鼠的窝 好多土拨鼠 你看这个一个个洞 它都是土拨鼠的窝 看到没有 看到那个钻出来 当我们看到这种小型动物的时候是可以下车去进行拍摄的 但是要小心不要打扰到它们 也不要靠得太近 所以一般我们会选择一只长焦镜头来拍摄 当我们在拍摄野生动物的时候可以手持长焦镜头直接进行拍摄 这样的机动性会更强一些 最长这条路两侧都是 哇 它们吃东西的时候比较好 我前面拍到一只在吃东西的 你看看 嗯 这在叫 就那只吗 对 对 就那只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小心 对不对 OK 在左边看看 好 小心有洞的地方 绕开有洞的地方 洞里说没有蛇呢 对呀 前面我们也看到介绍在这个草原上面除了野牛 除了土拨鼠之外还有蛇 所以我们务必要小心脚下 土拨鼠它比较喜欢从窝里面探出头 站在窝的附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一个低角度去拍摄会比较好看 如果是蹲在地上拍摄的话 可以用手肘顶在自己的膝盖上来增加稳定性 有点像个没耳朵的兔子是不是 拍摄野生动物 尤其是小型的野生动物 比较适合用低角度水平的方式去拍摄 这样它的背景是远处被虚化的景物 而不直接是草地 同时再配合大光圈镜头 进行适当的虚化 这样的照片就会更加的漂亮 在那个树林后面 就那几棵小树后面 你看见它吗 看见两头都在 我们把车慢慢地往前看一点 从那个侧面再拍一次 出来了出来了 我们现在发现两头路 在那边树林那里 我们刚刚拍了几张 现在准备绕到树林的侧面 再去拍一次 这边有很多徒步的线路 我们准备去找一下野牛的踪迹 去那边看 走 走 这有个牌子我们看 说的是什么 是刺猬吗 这个 我觉得有点像猴猪 猴猪啊 你看 你看青蛙 对青蛙 走 去那边看 看看树林里有没有什么动物呢 哈喽 哈喽 没有帮助到镜头 有了你找到一些野牛吗 只是一些生物 可是他们已经离开了 好 你能看到那里的猴子 对 我来帮你 有什么东西吗 什么都没有 刚刚我们碰到两个徒步者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个信息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头野牛 刚才我也拿长腰镜头确认了一下 果然有一个黑点 看起来挺大的 体型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牛 所以我们准备开车过去找一找 我的膝盖 我别走下去 离开那些大石头园 停下 不要过去 走 走 往回 那个有点像小尾蛇的声音 我们找了一天的野牛都没有找到 但是在傍晚我们准备赶回营地的时候 就发现有上百只野牛横在这个路中间 一般我们碰到这种大型动物 是不可以下车的 也不可以靠得太近 所以我们把车开到路边 然后摇下车窗通过长焦镜头来进行拍摄 公园的手车上面说就是千万不要摁喇叭 但是我们可以开着车慢慢地去接近它 不要惊吓到它 我们现在把车开得稍微近一点 再拍一些照片 镜头大的一直在看我 如果是在车上拍摄 可以把镜头搁在窗框上来增加稳定性 我们今天拍到了草原土豹鼠 拍到了鹿 最后又拍到了野牛 今天收获非常的丰盛 咱们今天拍完了这些野牛 现在就回营地 我们要吃一顿丰盛的黑椒牛排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请跟随我们一起去揭秘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原来这么拍 你也可以做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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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